歡迎你們光臨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開始之前 我們財富大樓管委會 特別有個福利公告 比照的任何大型的遊樂區 或者是一些著名的拉麵店 他們都會有一個很貼心的東西 叫做 這個Pass呢 等一下你們只要拿到它 不用搶 這第一題就是你的 在聽到題目之前 現在只給還沒有開張的人 四位 開張的不能選 選了它以後呢 付三千塊買它一個權利 給自己一個機會 請問四位 誰想要賭這一把 只有一個名額 請舉手 果然是四位 好 放下來了 手有上下左右 誰指的方向跟我一樣的 誰就取得資格 好 準備喔 準備 一 二 三 右邊 又有兩個 好 還有默契 這兩個 來 誰來放下 換你們兩個 誰猜拳 剪刀 石頭 布跟我一樣的 誰就可以得到機會 好 來 準備 剪刀 石頭 布 好 獎了 獎了 謝謝 快速通關 貼著 貼著 恭喜得到快速通關 謝謝 但是你要先付三千 好 現在付三千 等一下第一題出來 值得 沒有人可以搶 就是你先答 好的 好的 準備第二回合 意志開箱 請出訂 天馬行空除了指想法空泛不實 也有誇獎文采氣勢豪放 還是靈感源源不絕的意思 請做答 好 答案 靈感源源不絕 天馬行空 我的看法是因為 他天馬行空有一種 行無流水的感覺 感覺他很自由自在 所以他的靈感 可以從很多不同的地方 一直出現 我倒沒有覺得他有 氣勢胖駁的感覺 請揭曉 好 這天馬行空出自於漢書 他就說漢武帝 他過去在西域 得到了一匹寶馬 那這個寶馬 據說是天地的神馬的子孫 所以這匹馬 跑得非常的快 他非常的自意灑脫 而且他跑起來 就像在飛一樣 所以後來就被大家 引申成是 你的這個行文 就是文風非常的豪放 而且不急 就像是天馬行空 但是到後來 就被引申 變成你寫的東西 非常的浮誇 不著編輯 來喔 下一題開始要講嗎 請出題 瓊曉明座《煙雨萌萌》當中 戀愛官比較灑脫忠貞的是 陸如瓶還是陸一瓶 請搶答 明星皇知道 因為我非常喜歡瓊曉 沒錯 所以 戀愛官灑脫忠貞的是 一瓶 然後 然後 後來的 一開始是劉雪華演的 後來是趙飛演的 沒錯 對 瓶是菱形如 沒有錯 是紫飛演如瓶 然後環褲格演一瓶 對 是一瓶還是兩瓶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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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介紹 漂亮 你終於答對了 YES 來 請開箱 七樓之三 開箱囉 還不錯 我們是菱元 對 為了提醒大家 我們這二十萬的智慧新比 一半以上都是超過一萬 一半以上 請出下一題 如果烤肉前發現 肉質纖維過粗 建議可以以洋蔥 還是青蔥醃製來軟化纖維 建議搶答 明星皇你也懂烤肉 我不懂 你搶著嗎 但我覺得 大家吃的感覺 我覺得我會選洋蔥 因為好吃 就是 洋 對啊 好吃 請介紹 好 如果我們要讓肉去腥 當然我們都知道 要用蔥薑蒜 先去做鹽脂 但是如果你要讓肉質纖維 不要那麼粗 變得比較軟嫩一點 事實上用蔬果是最有效的 特別是像鳳梨 它其實裡面有鳳梨酵素 所以其實跟肉一起煮過之後 肉的這個纖維 也會變得比較軟嫩一點 但是當手邊是沒有這些水果的時候 洋蔥就不錯 它也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已經也可以建議大家喔 你可以用刀啊 稍微的把這個肉啊 它的這個筋的部分呢 稍微劃幾刀 但是不要把它切斷 也會讓它呢 至少破壞了一些些許的纖維 那它也更適口性更佳 或者是用紅酒 裡頭也是有酸性的物質 也都有軟化肉類的效果 來 林姊豪 我要選擇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看一下 普通 謝謝 一下就碰到第二 碰到第一了 對 來 出下一題 喝可樂會導致骨質疏鬆 跟其含有零 還是二氧化碳有關係 謝謝 小紅人 恭喜 二氧化碳 除了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汽水也可以呢 就不用可樂啦 沙士也可以囉 蘋果吸打也可以囉 二氧化碳... 請揭曉 請揭曉 如果真的是因為可樂的二氧化碳 會導致我們骨質疏鬆 那也太嚇人了吧 這樣誰敢喝氣泡水呢 氣泡水不就是把二氧化碳打進去嗎 對啊 所以呢 即使喝可樂會導致骨質疏鬆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裡頭含有了零 來 再出 下一題 請搶答 全水...第一次為他知道 來 把整個水果吃進度 就是吃圓形的就對了啦 不要...打果汁什麼的 請揭曉 最當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這樣吃啦 那比如說像是葡萄 就是一個非常適合來做全水果 飲食法的一種水果 那通常呢可能我們會想說 要把葡萄剝個皮啊去個籽啊 但事實上呢你可以連同葡萄皮 一起把它吃下肚 那它就可以幫助我們降血脂 也可以改善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同時呢其實葡萄籽喔 裡頭也有非常豐富的這個脂肪 還有抗氧化物 所以也可以幫助我們抗老化 促進腸胃的蠕動 來 恭喜你 可以開第二次箱 八樓十二 開箱 八樓十二 八樓十二 哇 鄰居幫幫忙 住戶通知 你要收金還是收贏 收金吧 住戶蕭紅人 愛貓出出 離家出走了 鄰居理念好心幫忙撿回 蕭紅人為此特別支付五千元紅包 謝謝他的幫忙 整件事情跟狄志偉什麼關係 什麼 什麼 我現在算付五千的意思嗎 所以他要給我們幾塊是不是 鄰居幫幫忙 然後害別的鄰居 付五千嗎 這個是隔山打牛啊 對 但他沒有錢啊 所以付五千啊 那就付啊 付五千啊 合家為還付三千耶 也對 好啦 還有四十六秒 請出下一領 新靈魂樂是由傳統靈魂樂融合包含嘻哈 還是搖滾音樂的曲風而成的 請搶搶 明星黃妳 會不會按得很勉強妳知道嗎 妳為什麼不讓音樂人搶啊 因為我想要開箱子 妳已經兩萬一了 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錢 來打 嘻哈好了 嘻哈請介紹 好 其實現在呢 已經很曉得音樂是一種單一的曲風了 那像是新靈魂樂啊 就是當代的R&B 嘻哈跟傳統靈魂樂結合而成 那像是在華語的音樂當中呢 大家應該都很熟知的 林佑嘉的兜圈 他就是其實就是用類似這樣的一個曲風 林憲華 我要 小心喔 五樓之五 開箱 刺起來 聊勝於五 聊勝於五 請主席 鴨蟹是源自川菜毛血旺 其中的毛代表粗糙還是動物 請搶答 誰搶不動 李志維 鴨血 粗糙 我是不會猜他啦 我是覺得 因為後來 有人因為鴨血的量不足 就會說他用的是琴的血 琴類 人是雞鴨蛾的血 我都能用 它綜合起來 因為它鴨血不夠 都吃鴨 那鴨真倒楣 一天得殺多少隻才有那麼多血 所以後來就變琴的血 但是毛血我感覺起來 好像粗糙什麼意思 不懂 來 請接腳 用力掌聲 厲害 好 毛血旺呢 它其實起源於重慶 那它其實一開始啊 毛的這個是重慶的方言 代表的就是粗糙的含義 那這道菜呢 它並不是什麼大菜啦 它是麻辣呼呼 隨隨便便做出來的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用了很多的這個賣東西啊 剩下來的邊角料啊 內臟類的東西啊 再加上了這個鮮血呢 去做出來的一道菜 那這個呢 鮮的豬血旺 也就是後來被稱為是血豆腐 融合在一起 做成的這一道 就叫做毛血旺 來 恭喜 迪志偉 八樓十三 不要再害別人了 會不會 會不會鄰居幫幫忙 隔壁又是一個 常常有喔 開箱 講人不能改 他還沒一道菜 真的喔 覺得運氣怎麼可以背成這樣 笑喔 要收金還是收贏 那這只能收贏了啦 要哭了啦 真的又愛變 該不會還沒按到 就要那個哭 沉迷寫作的作家明星華 為了新書閉關閃電 左邊鄰居 擔心他的身體自掏腰包 買了三千元的食物補給品 出關的明星華 為了感謝鄰居的暖心 回贈六千元給左邊的住戶 所以明星華減三千 左手那個人加三千 可以喔 可以 你覺得那個啊 他不是要送六千給我嗎 沒有啦 因為你本來花三千啊 要扣掉本錢啊 天啊 這遊戲太好玩啦 不是很溫暖的 不是很溫暖 不是很溫暖 居然可以兩個人 鄰居幫幫忙在一起 天啊 我想說 我會這麼背吧 很善良的節奏 不是 黎智惟妳不能怪 因為妳的 妳的人生就是很drama的 你這樣講我承認 所有的不可思議都會發生在 你身上 合理的啊 合理 合理 三十秒大概有個兩題至少 好 請出現 新加坡知名的福建麵 它是以發源地 還是發明者的籍罐 所命名的 請搶答 第一次回首 真快耶 對啊 它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 好吃啊 好厲害 發明者的籍罐 發源地 我會猜發明者的籍罐 就是那個福建賣的麵 對 他新加坡人啊 對啊 就問他 是是這樣嗎 是籍罐嗎 我也覺得是發明者的籍罐 因為其實新加坡有很多種 它有馬來族 有巫族 對 對不對 華人就很多種了 福建啊 潮州 廣東 海南 對 對 對 還有好多種族 來 請介紹 沒錯 其實在馬來西亞 跟新加坡有很多的菜 都是以這個老闆 他當初的籍罐 來做命名的 像是海南 雞飯 就是這樣而來的 那福建麵呢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老闆 他是來自於福建 所以你在那個地方吃到的時候 這個新加坡的福建麵 你到了福建去 你其實吃不到這道菜的 甚至呢 在冰城 另外一個老闆 他買的也叫福建麵 但是它是蝦麵 口味完全不同 二 三秒 至少兩題 各位 請出題 Lofa音樂是源自於頂級還是 簡陋的錄音設備 請搶拿 迪士尾 我已經有搶動了 我真的好厲害喔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就是這樣看 你說 來 你說 來 不是 這個 這個再講錯 我真的 二 一 說 簡陋 Lofa是簡陋的錄音設備 對 是不是 你猜的吧 漏嘛 是不是 說對了沒有 有沒有說對 音樂人 我不太確定它是 你不確定 我不太確定它是什麼概念 就是因為它有可能是 本來很頂級的錄音 但它把它做成Lofa 可是你如果本來就是簡陋的 很難把它再做得更爛 請揭曉 恭喜 因為Hifi相較於Lofa 它就是它非常重視的是還原 它希望能夠盡量還原 那個人聲跟樂器最真實的狀態 所以它是更頂級的一個規格 那相較於Hifi 那Lofa它要表達的就是一種失真 所以它其實就是早期 當我們沒有這麼多的經費 也沒有這麼好的一個規格 這個比較簡陋的錄音是 去做出來的一個音樂 就叫做Lofa 那到後來它就變成了一個 非常流行的一種音樂的 一種製作的方式 所以現在反而就是變成 一種DIY的音樂 李子維 該不會這麼快 來 再好好的找個鄰居出來幫忙 六樓之三 那麼多了吧 超多鄰居 六樓之三 應該不會再有鄰居了吧 六樓之三 我們還有鄰居幫幫忙嗎 有啊 當然有 還有啊 最少有四張 如果真的有鄰居的話 應該不會 最少有四張 反而會很大 真的是創下新功率的紀錄 六樓之三 開箱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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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三千 不知道該做什麼 17秒 至少有兩題 好 請 助理 美國體育協會研究發現 跑步還是游泳 是最容易造成猝死的運動 請想答 又是我 好不好 說話 來 跑步 請揭曉 跑步 好 這美國的NCAA 他們在過去二十年的時候 向調查 就發現在所有的運動當中 其實啊 在美國大學校隊裡頭 比較常會有一些 心臟猝死的一些機率 特別是 這些籃球錦標賽的選手 因為在籃球場上 你可能都會有一些急衝啊 急停啊 然後跑得特別的快 所以在跑步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發生那些狀況 就是你可能變成先天 就有一些心臟上面的一些疾病 然後呢 你又因為呢 在這個快速的跑步的過程當中呢 可能有脫水啊 電解石失痕啊 就很容易會造成猝死的情況 李子維 我就一路三到底啦 五樓之三 五樓之三 真的 不行 我就再按了 真的 五樓之三 開箱 五千五還是不多啊 我們真的大部分都超過一萬 你真的有本事耶 對啊 真的 我們這大部分都超過一萬 四千 七千 三千 五千五 剩一題了 各位 對 剩一題了 你是沒機會了 我還沒放棄 你絕對沒機會 什麼 你絕對沒機會 什麼 真的啦 但如果你搶到了 你等於幫他們保重上雷了 不管 目標 現在目標已經是要按到 可以可以 嚇死耶 最後一題 請出題 根據研究指出 少睡平常的一小時 需要多花兩天 還是四天的充足睡眠 才能夠補回來 請搶答 我 明星黃按到等於全部淘汰 就剩下他跟你念 所以你們兩個晉級了 OK 對不對 你們兩個晉級 答對的只是增加你的扣打 來 我覺得是兩天 因為我自己非常愛睡覺 然後因為我們工作是不 就跟藝人一樣 就是我們都是自由創作者 沒有排通告宣傳 創作的時候就可以認真睡覺 我差不多 就是如果平常少睡 睡比較少的話 大概兩天 隔天再過一天之後 我就可以恢復到很精神充足 我覺得四天太長了啦 四天太長了 少睡一個小時才能補回來 花兩天也太多了吧 這個 對不對 少睡一個小時打能打嚴重 對 兩天 兩天都很誇張了 請你介紹 還真是四天 四天 少睡一個小時就要補四天 那我疑我 那我得睡半年啦 所以要早點睡喔 不太好 那我少睡多了喔 沒有睡 我少睡多 來 你解釋一下 一定要跟大家說 充足的睡眠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以為說我今天熬夜 我明天補眠 一切就沒事了 因為其實呢 你至少要再多完整四天 都要非常非常充足的睡眠 才可以稍微回到我們的身體 該有的機能喔 因為呢 一旦我們的少睡啊 其實我們的身體當中啊 這個葡萄糖調節的能力啊 代謝的能力啊 假裝性的能力啊 以及免疫系統都會下降 所以呢 睡眠才是呢 要幫我們的身體 維持健康之本 比賽結束 就你們兩個 恭喜 只差兩千 恭喜恭喜 很危險 好不好 明星皇第一年 進入冠軍陣度賽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努力 快點來訂閱